好 其实运用这个体育盛是来展现自己的软实力 当然每一年大家都会关注的就是烟火 今年的烟火也是非常非常的炫 看起来真的很像打铁花 好 开幕式这样的烟火 最后呢 刚刚大家在画面当中也有看的 呈现这个welcome的字样 好 另外您可以看到这个绽放的芙蓉花 当然设计团队想要表达就是花开迎客的印记 而且呢 这个芙蓉花还是成都的试花 好 当然这一回这个团队的创作者也有接受一段访问 接下来透过这个画面我们带大家一块来看看 我们提出的烟火的主题就叫金色的梦想 那这一个主题一直延续到最后 整场的烟火呢就是在表达大学生在黄金的年纪 最后的黄金的梦想的这一种感觉 就又刚好赶上一个黄金的时代 然后刚好成度这一个大烟火的主题又叫成就梦想 所以的话我们就是把它定义为金色的梦想 那像开场的话就是以太阳声尿的光芒为开始 会形成一个倒计时 那我们配合场类的话就是跟太阳金芒的咬合 就是每一个金芒出来的都形成一个数字 来引导现场的观众形成呐喊的一个状态 像烟火以古画梅画的方式 在空中画入一个金色的梦花 它其实是成都的石花 除了青春火力它就要表现一种友好跟开放的状态 好刚刚这个芙蓉花的烟火看起来真的超漂亮的 我想问一下严老师 你好像有提到市大运其实代表的意义 其实蛮高的对不对 对很多人搞不清楚就是市大运 觉得大学生嘛 对我们想到大学生大概都是 已经变成所谓的就是 室内的这个温室里头的花朵 然后都不出去运动了 可是事实上我们要知道就是说在很多的场合 就是在美国市大运是一个大事 就是他们这个University Games 就是等于是美国的大学生很多水准很高 在运动方面 比如说网球的 比如说棒球的也是一样 然后各种田径 特别是田径 这些都是 所以他们参加市大运的时候 几乎就是等于是奥运水准 有很多事实上所以市大运我们不要低估这个 就是在有些国家的大学生 其实就已经是 我们现在台湾也是如此嘛 我们体大的很多选手在读这个大学的时候 就已经展现很好 所以这个是市大运可能比我们 这个区域的亚运啊 或者什么东亚运 那个选手的那个水准可能要高很多 所以我觉得我们要蛮重视这个 我们看到刚才这个丽将军已经讲 我们选手得牌 当然那个项目不是田径 但是如果是田径的话 那就表示真的是到达一个相当的水准 是我们比较擅长的一点项目 但是无论如何 这个市大运绝对不能 我的意思是说不能跟亚运或者东亚运相比 绝对是水准要更高一些的 亮哥您怎么看 最近这几年其实中国举办一些体育盛事 当然不只是他的这个开幕式很精彩之外 另外还有选手们的表现 还有整体说起来他们在体育上的表现 都非常非常的惊人 这个问题我想问一下亮哥 你怎么样看 这个跟制度有关啊 事实上我是体委会副主委出身 史大运是两年一次 他叫小奥运 小奥运 我们台北办过吧 2017年 我们2017年那一次门票 售票比率百分之八十七 创世界榜首 对 不因为刚刚严老师讲了嘛 事实上很多的四大运的选手就是奥运选手 那我们台湾不太可能主办奥运嘛 所以就有很多人愿意去看 那个水平远远高于区域的运动会啦 比如说九月那个中国大陆杭州要办亚运嘛 那这个世大运的水平一定超过亚运啦 因为他有欧美的选手啊 那基本上是这样啦 中国大陆是 我觉得他是累积的啦 那他有这个从小就开始选秀的制度 然后逐城淘汰 那因为他的国家规模很大嘛 所以我坦白说啊 各省集结起来的全国运动会 那个规模就跟奥运差不多了啦 你去看他每次在办全国运动会啊 那里面事实上也有一大堆 都是奥运水平的选手啦 所以当然就会 他会逐项的累积出实力啦 比如说本来他比较弱项的啦 我举例啦比如说游泳 对 因为现在东京正在举办世界游泳检标赛 中国大陆现在第一名耶 累积奖牌是第一名啦 那第二名是澳大利亚 日本是第三 美国还在三名之外啊 澳大利亚游泳是超强的 结果中国大陆现在竟然 还没有结束啦 现在是累积第一名 这个不可思议啦 那今年就产生一个选手 叫秦海洋 他是挖士 他一个人拿四面金牌 一个人拿四面金牌 所以我 我是说你以前刚才看到 跟水有关的你只会想到跳水嘛 对 你不会想到游泳啊 所以我是说这个就是累积 慢慢累积出来的 然后他只要累积上了 到了那个世界水平 他大概就可以努力 维持在那个水平啦 以前我们当然都知道 比如说桌球啊 雨球啦 这一些嘛 那篮球大概卡到身高啦 难度比较高啊 那他当然一直让 大陆民众感到遗憾的 就叫足球啦 不然他其他的球类 大概也慢慢有水平 比如说棒球 他棒球市场大概也做起来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主要是制度啦 就是你是不是可以提供 这个你如果愿意投身体育 你是不是可以一辈子 不用担心生活问题 这个台湾就是问题喔 因为台湾能够奖励选手啦 那通常 你大概一定要得到亚运的银牌 才能够保障就业 那中国大陆因为他 他资源多嘛 所以他就比较能够提供运动员 一个终身的安排啦 所以就有人大概很小 他们大概有了从那个国小 就开始选秀 体操更早 他体操也很厉害啊 所以我觉得就是国家 有没有好的制度 然后有按部就班这样 让选手从 不同的年龄啊 有的是更小 大概从国小就开始选秀 然后逐渐让他进入专业的生活 然后他可以一辈子在这个 寻求专业运动的轨道上 然后慢慢把自己壮大 我觉得基本上他已经完全都建立了啦 所以不求吃穿 不是我们说不愁吃穿之外 你当然就可以专注于自己的技术 还有专业的提升嘛 大概是这样 那我觉得主要还是国家规模大 常常有赛事进行啊 这个也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各种因素啦 然后大概累积到一定的水平 然后那个项目就达到了世界水平 这个跟他的工业的发展有点像 他也是有一些工业 然后到了一定水平就冒出头来了嘛 比如说手机啊 那我以前 其实继续回到新闻现场 我们再来讨论啊 本届的这个成都市大运 其实亮点蛮多的 包含大家都知道 由于这个成都市 名副其实的大猫熊之城 所以在今年的这个开幕式上 你可以看到这个猫熊呢 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喔 另外他们有推出吉祥物的熊猫 叫做荣宝 好针对这个荣宝也有各项的商品 好不过这一回喔 照片当中这个排球甜心 廖已认喔 倒是立刻成为微博的热搜 因为在本届 他担任是中华代表队的掌棋官 您知道吗 他的IG可是有14万的粉丝追踪 我们一块来看看 成都市大运盛大开幕 典礼充满一波又一波的高潮 首先以文化标志 太阳神鸟放射出12道光芒 然后烟火在空中迅烂绽放 呈现欢迎字样 为市大运正式揭开序幕 由大学生表演的空中舞蹈 表达了青春追梦的意象 而成都代表性的动物猫熊 也贯穿全场 压轴则是圣火点燃仪式 巨塔不断升高 最后由31位火炬手共同点燃 象征成都举办第三十一届市大运 而这一次中华台北代表团 是以T字母的排序 在第104顺位进场 9月的杭州奥运也渴望比照办理 担任掌棋官的是排球甜心廖一刃 他绑着两条辫子 带着甜美的笑容 挥舞着会期 引领约50名团员进场 受到场边热烈的掌声 许多大陆网友 纷纷在微博留言 台北骑手好可爱 还登上微博热搜底10名 现年26岁的廖一任 是世大运中华女排队队长 外貌与球技兼具 埃及的粉丝有14万 中华队29号 有涉及柔道射箭等重点赛程 包括奥运柔道银牌的杨永伟 亚运混双涉及金牌的零星都有希望为中华队摘得奖牌 记者综合报道 好 继续再请亮哥 我想请亮哥来帮我们谈一下 其实这个体育盛事上 因为在成都举办 有很多来自于这个成都 还有四川本身的元素 包含了这个猫熊 包含了鼠井 另外呢 很多这个文化遗址像是12道 太阳神鸟等等 都被包含在里面 其实这也是一个 很好很好宣传的好机会 对不对 这个大概已经成为他办活动的传统 你那个九月去看杭州亚运一定也是这样 到时候西湖一大堆一定也是这样 那上次中亚分位不是在西安 他几乎就是复制了 就是长安在崛起 这个圣唐文化 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已经大概构成了 中国大陆办活动的样板了 比如说 2008号奥运在北京嘛 因为我在现场 所以那感觉就是 他大概通常都会针对一个大型赛事活动的举办 那也会对那个城市的周边建设做一些整理 那之后如果做得好 那个地方就变成观光圣地 比如说北京到现在还有奥运村啊 我是很欣赏他们这个一半一个大活动啊 就把我们那个城市里头 那个旧一点的公寓全面拉皮 我那时候科毕要办台北的那个 那个什么 你说那个 市大运 市大运 是市大运吗台北 对市大运 我也希望他帮我加拉皮 结果没有 因为他们我看他们 他说才办一个活动 就是大家拉皮 因为整个市龙要好看一点 那台北市真的要是要办一个活动 帮我们这些旧的老房子拉拉皮 应该是还不错的 好其实他这么办活动当中是有一个样板嘛 有一个SOP一步步的在这个进行跟着手 好当然其实市大运的画面非常非常的精彩 当然现在比赛持续进行当中 希望大家也可以帮我们中华健儿来加加油了 好 请接下来就要 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平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对方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有台道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片的国际研究证时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特菲尔时刻美好 不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借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